JSM 2017 1B 第八題 這題是在一個遊樂場裏面 兩個人 一個是坐在這些車仔上高 一個是坐在木馬上高 兩個都在騰騰轉 即是說無論這個男孩P 或者這個男孩Q 當時都是在進行圓周運動 他身上高的靜力一定是指向圓心的 但同學很小心 因為我發覺很多同學畫錯了的圖 就是什麼呢 他將那些力畫在車的 舉個例子有一個學生 他畫的力是畫在這裡 如果你的畫力在這裡 不是作用在男孩上高的 因為令到那件物件可以進行圓周運動的話 一定是在他身上高的靜力 不是在車上高 我們分開 先說在這輛車上高的男孩 為何他會有一個向著圓心的靜力 這裡 首先同學 如果中文句話要改一下 這個R 我們首先想到男孩P 男孩P 就是大F 就是在側腸的力 如果 如果 各位同學 這個 就是那條鑽軸 這個鑽軸 遮住這個 同學 那個男孩P 是因為 你們坐巴士都有經驗 一扔彎的時候 你會篩出去的 你會碰到那個座位 或者巴士的長壁 各位同學 要求準確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長壁 作用在這個力 是一定要由那個長壁 開始 推向那個男孩 你碰不到那個長壁 那個長壁 是不可以向你提供力的 行不行 所以這個第一個要求 你會見到 那個老師 他特意畫過這個圖 他畫到 看不看得到 它靠在旁邊 所以第一個F的要求 就是長壁作用在男孩身上的力 就是這個大F 行不行 第二個力 第二個力 記住 一定要由長壁開始 第二個力 就是磨擦力 很多人畫在這裏 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 不是說這裏沒有磨擦力 這裏是有磨擦力 但是不是作用在男孩身上高的磨擦力 那要作用在男孩身上高的磨擦力 是在男孩的屁股這裏 這樣畫去那些 才叫做 是 一定要黏住男孩的身體 行不行 好了 接著 就是有 重量和反作用力 是 男孩的中央 刺下去 這個 就是 重力 是由男孩身體的中間拉下去 接著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是怎樣呢 反作用力就是 它坐在這裏 就這樣 支撐著 這四個力就是這樣 而同學 完成了它的第一部分 就是畫了隔離體圖 好嗎 接著 接著 它給了什麼數據呢 它給了什麼數據呢 就是 男孩的角速度 是0.6vdmps 而旋轉的半徑是4米 就是 圓圈的旋轉半徑是4米 接著 最大的磨擦力是50牛噸 這個你記住 這個是不夠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fr 就要小過50牛噸 但是 你現在要求 我們留一留意 要求的向心力是多少呢 就是mOmega2次R 那麼我們將這些數據 代入去 代入去 那麼 那個男孩是 50kg 乘以0.6的2次 再乘以 半徑是4 那麼你就發覺 原來它需要72牛噸的力才夠 的向心力才夠 但是 我們回顧這個圖 這個就是 圓圈的中間 它就會這樣轉 我們發現 如果你只是靠地下的磨擦力 只有50 你有72牛噸的力要付出 那怎麼辦呢 那個向心力 就是由兩個力提供 就是那個車 或者那個側邊 就幫手推你 就加上那個磨擦力 希望儲夠去72 而那個磨擦力 最大是50 所以那個車的長壁 就會要出22牛噸 所以就回應了 那個車的側壁 要給22去幫 令到它向著原心的力 總共有72 可不可以 這個是第一部分 亦都是男孩P 上高的命運 就是說你坐巴士 和坐那些小車 坐車裡面那個 圓周運動的向心力 就是靠這樣提供的 但是你 不是這個坐巴士 你是坐木馬 木馬就沒有旁邊幫手推你 那是怎樣呢 就是第二個分享的問題 怎樣分享呢 這一題 比較多同學是處理不到的 當時那個老師 是很高度地要求 重力 是一定要由中心畫下來 反作用力 因為這個是藍鞋 這個是藍鞋 黃色這個是藍鞋 它兩隻腳如毛以外伸出來 而下面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 是那張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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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一個分 因為你顯示不到 它兩個力是不同方向 這個是一定不可以同方向 因為如果你同方向的話 你只有兩個向上向下的力抵消 你何來一個向心力呢 那現在為什麼會成功得到 這個是氣玉來的 其實就是R 是會分成垂直和水平分量 各位同學 這個是Ry 這個就是Rx 就是靠這個很微弱的Rx 這個水平分量 Ry 這個錯的 Ry 就和重力抵消 行不行 而Rx 就用來提供一個向心力 行不行 那而 現在 這個問題問什麼呢 所以這題 這個R和W 一定不可以 是同一方向 你顯示得不夠清楚 都不給你機會了 你一定要顯示到它們有個角度 好了 那情況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Rx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Ry 就用來頂著男孩的重量 所以它不會上下移動 而Rx 就用來提供一個向心力 就靠這樣的話 Rx 除Rx Ry 就等於 m Omega 2次R 除以mg 於是 tang 就等於 Omega 2次R 然後 靠這樣 代回數 就能夠計出角度 行不行 所以這題 是一條題目裏面 是用兩種方法提供向心力 是一條出得很好的題目 是一個角度來的 因為它計算了些角度 各樣東西 就是連分量都計算了 這題給心機 清楚回到裡面的觀念